乙军6号凌晨袭击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赖特难民一所学校 死伤者超过百人 当地时间7号午夜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驳斥了乙军称空袭中死者为武装人员的说法 乙军此前称 此次空袭炸死了20到30名藏身学校的武装人员 并公布了总计17人的死者名单 表示相关人员均为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成员 对此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表示 乙军空袭造成40人死亡 其中包括14名儿童和9名妇女 而乙军公布的死者名单存在巨大错误 其中包括三名上载人士的加沙民众 还有多名在此次空袭发生前 就已经死亡的加沙民众